三年兴建的 这里是台湾红茶的先驱 传统日式木造屋 保留了黑岩木瓦 日式基座通风口和圆窗 除了是全木头建筑 屋内的古董钟 音箱和灯台 无一不是历史的遗迹 这个原来是在大辽茶厂 那个厂长的宿舍 后来我们关屋之后 这个茶厂经过变迁 这个等于荒汇掉 那我们觉得很可惜 这个建筑是应该有历史的 三峡独有的有机蜜香红茶 产量少 口感佳 是夏季盛产的极佳饮品 在这里泡茶特别有味道 不但是说润口 整个香味 茶香在嘴巴里面散开来 它是属于小叶种红茶 那小叶种红茶它本身是比较甜顺的 那在夏季也有小丽月餐的叮咬 所以会有一股淡淡的蜜香 那此外三峡的碧螺春 也是有名的春茶 到了文化馆 民众可以先闻香或品茶 欣赏日式建物的过往历史 带点茶叶回家品名 当脚步放慢时 迷茫的远山也默默含笑